请不吝点赞 小心 远警拘捕民众强推上车或带离现场 这是4号在香港铜锣湾 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 34周年纪念日 民众只要穿着服饰 有相关标语或手捧鲜花蜡烛 都会被警钉 当天香港警方就拘捕超过20人 还包含经过的这辆车 香港一辆车牌为US8964的保时捷跑车 4号在铜锣湾遭港警扣押 保时捷车主表示 自己不过是要吃晚餐 但开车进入铜锣湾后 立刻被多辆警用摩托车包围 香港远警以浮雕车牌和煞车改装为由 扣押他的车 只是车主也表示 在以前的车辆检查中 他的保时捷从来没有因为浮雕车牌 发生过任何问题 这回疑似因为六四事件 又称89名运 车牌上的89和64 似乎也让港警绷紧神经 东西我们政治中心综合报道